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依然断层领先 这个数字比排在第二位的明星竟然高了四倍还要多 即使是这样 还有很多人说应该还有很多我这样不爱表达的路好 我也是 什么都爱藏在心里 以后要多发超话 前些天对于要不要催数据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见 有人觉得催数据受人一饼 有人觉得不催的话数据下跌 多多少少会对演员造成影响 无论粉丝还是路好 都有独到的见解 我就很反感有人摆出一副运筹帷幄的模样 教育大家应该怎么怎么做 不应该怎么怎么做 仿佛自己可以代表正主 向大家发好势力 其实肖战和工作室反而很尊重大家 从来都是和朋友交流的平等的语气 没有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大家 让大家必须服从 各自有各自的想法 求同存异 这才是健康的粉丝群体 不是追星后被啪的连独立思考的能力都没了 也直接破了直黑所说的传教士追星的洗脑包 即使有些明星大分催数据催得很勤 即使肥霞专属意见部发文说 对数据要持一种达观的态度 但肖战的数据依然是最好的 这只能证明一点 这么好的数据不是被催出来的 虚假营销更是一谈急迫的肥皂泡 唯一的解释是 真爱可抵岁月漫长 也可跨越山河 让所有的阻碍都变得无足轻重 就像肖战红了之后 各种针对他的双标和诋毁 从来没有停止过 不过是本人身上没有任何污点 实在是找不到将他逼退的入口 因此想通过双标和诋毁 造成粉丝大量脱粉 将他置于孤立无援 四面楚歌的境地 可惜一浪高过一浪 但没有一次成功过 即使有些人不仅高喊脱粉 还煞费苦心地写了一篇篇脱粉小作文 并专门成立了脱粉豹子 那么卖力 最终结局却是颗粒无收 自己回想一下 都会为那些年付出的精力和时间懊恼吧 最深的水 总在悄无声息地流淌 最深沉的爱 总能直抵心灵 不轰轰烈烈 但却赋予人无惧风雪的力量 对于上期奥迪会携手肖战 给大家带来惊喜这件事 是早有预告 上期奥迪进取日 在他提出这个概念时 粉丝们就在等着肖战 对于这一话题进行一个属于自己的解读 作为一个完成了全部普通人求学路旅程的半路进圈人 肖战在面对这种略显深度的问题时 他的发言总能让人看出他的涵养与学识 越人越闻越世界 不焦不燥戒熬夜 破戒跨戒闯世界 热爱可抵碎越漫长 彼此保护从来不是说说而已 让我们一起变成更好的人吧 从低谷而来就不会害怕再回到这个地方 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了 往前走就行 就努力地往上走 肖战的每一次发言都能给人以不一样的感受 所以当他与奥迪贾总连线时 他们二人之间的对话也是被大家所重点关注的 浅棕色西装下搭配着白色内衬 在面对贾总的提问时 肖战说 踏踏实实 认认真真 这才是我们面对每一件事情的自我态度 对于很多没有将完整直播连线看完的网友来说 肖战与贾总的互动 足以了解这次品牌活动的进取二字 汽车追求的固然有速度 这是市场需求所致 但同样的 也需要稳定好后方的一切 让汽车有足以匹配其速度所需的配置 同样的 这一进取在艺人身上也是同样具备的 没有艺人不追求进取 不想要获得更多 得到更多的资源 更高的位置 但后方也需要有足够匹配的实力 否则终将是尽花水月 肖战与上汽奥迪的合作已经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了 在合作期中 肖战给品牌方带来了足够多的名气与利益 品牌方也填补了肖战在车贷方面的空缺 可以说他们是双赢 而如今看来 他们之间的契合度远不是只有互惠互利而已 更有企业文化与品牌代言人之间的吻合 进取这条路虽然未知 但是未曾犹豫 也必须向前 也会做好迎接每一个挑战的准备 肖战是这么说 也是这么做的 在娱乐圈面对的每一次选择 每一次经历的粉黑大战 每一次度过的坎 谁会知道后续如何呢 谁都无法保证前路皆为坦荡 路程无余 但不能因为未知就不去做 不能因为害怕就不去干 踏踏实实摆正好自己的态度 坚定自己的选择 勇敢迈步 就可以无惧走向属于自己的前方 我们不难看出肖战的为人之道 也不难感受到肖战言语中的坚定 只有内心真正强大的人 才能有如此清醒而又强大的发言 对于进取 既争又不争才是真理 如今越来越多的品牌 都放出了肖战给录制的视频 宜达 上汽奥迪 宇田川 恐怕肖战在进新走之前 还会有一波商务活动要赶 毕竟他有30多个代言 希望各位品牌方们 能够多多更新物料 让大家多看看肖战呢 近日微博世界大会举办方多次发文 安利 肖战主演的热播剧 这一次是肖战与杨子主演的余生请多指教 这部作品的影响力怎么样 大家有目共睹 值得一提的是 举办方在推荐的同时 坦言 BGM一响就能够梦回剧场 言外之意 这部作品能够给观众们 带来很强的代入感 青睐且支持的观众不计其数 举办方发文表示 当有人给我说声音是没有画面的时候 我说你听听这些 余生请多指教 不惜时光 烟火星辰 如你所想 劣罪图鉴等 BGM一响就可以梦回剧场 来推荐那些为剧情 增光天彩的BGM吧 不得不说 这些都是非常优秀的作品 汇集了包括肖战 杨子 刘雨宁 谭剑刺 毛布玉等众多优秀歌手和演员 确实值得推荐给广大的网友们 感兴趣的话 可以继续支持 对于肖战来说 肖战给观众带来的经典作品还少吗 陈情令之后 肖战陆陆续续为观众带来了 斗罗大陆 狼殿下 余生请多指教 王牌部队等 都是不可复制 不可多得的好剧 就从这次的威光荣耀盛典活动 肖战三部曲 均成功入围 上次统计结果显示 肖战三部曲 位居榜单前三名 认可度有多高 不用多说了 总之 肖战的作品 值得推荐给大家看 安利肖战热播剧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肖战是实力派演员 也是唱功不俗的歌手 这两大领域足以支撑肖战走得更远 肖战同样也可以为我们大家带来更多的好剧和好音乐 我们等待支持即可 对肖战继续保持热爱 相信肖战不会让大家失望 肖战值得一句 未来可期 也一定可以顺顺利利 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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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